大家好 我是交通大学光电系燃小文 今天要在这边介绍的是 我们团队多年以来 共同开发出来的一个技术 是超灵敏的氨气感测器 应用在呼气氨的监测上面 那我们团队的成员有 交大物理所孟兴飞教授 师大化学系吕家荣教授 以及台大医院新竹分院肾脏科 陈长江医师 这几十年来 医学报导中指出 我们的呼气中的某些成分 会和我们的健康状况有关联 那如果能够开发出这样的一个技术 普及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相信是大家所乐见的 因为呼气的侦测 是一种非侵入不疼痛的一种技术 但是呼气侦测的技术的开发 常常面临两个比较大的关键点 第一个就是呼气中的这些气体的浓度都很低 所以很高灵敏度的侦测技术是需要的 第二个因为我们的目的是 希望这些技术能普及到大家的生活 那所以这整个技术的成本必须要够低 不然的话很难让一般的普罗大众接收 比如说以我们团队开发的这个呼气氨侦测 我们主要就是应用在慢性肾脏病的呼气监测上面 那这样的一个技术呢 它需要的是PPB等级的呼气氨的监测 目前市面上能够达到PPB等级氨气检测的仪器呢 药价要数百万台币 所以这显然是一个很难被一般大众居家使用的技术 那我们团队呢在这上面的突破 就是我们能够使用一种低成本液态徒步的 有机半导体的技术 搭配一些独特的奈米结构和制程 来实现呼气氨PPB等级的侦测 那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努力的把这样的技术呢 推展到生活当中 那后续呢这个陈长江医师会帮我们介绍 这个慢性肾脏病呼气氧监测的一些重要性 在临床上评估洗肾病人死亡风险的指标有 标准化蛋白质代谢率 这是用洗肾后与下次洗肾前 血中尿素蛋的变化值来计算 用于评估洗肾病人蛋白质摄取情形 较低表示有较高的死亡风险 另外洗肾后尿素蛋的降低率 可用来评估洗肾剂量是否足够 一般希望不要低于65% 较低会有较高的死亡风险 而这些检验 原则上是一个月做一次 检验结果都无法随时及时知道 而给予适时适当 修正透气剂量 营养评估来改善透气剂量不足 及营养不良的状态 覆没透气病人在家自行透析 更换透析液 是否有遵从医嘱 按时更换透析液 则不得而知 以及临床上常碰到洗肾病人 饮食控制不佳 使得体内尿素素增加快速 有可能因为与上次洗肾间隔 两天或两天以上 而造成洗肾周间发生猝死的情形 因此简单方便的居家尿素蛋监测设备 将有助于提高覆没透气病人 透气一组的遵从性 以及提醒洗肾病人控制饮食 避免体内尿素素急剧增加 慢性症状疾病的筛检 可以早期发现及早介入治疗 进而减少慢性症状疾病的医疗支出 携带方便且能够及时知道结果的检验工具 相信更能够做大规模有效的筛检 若呼气胺浓度检测 与血中尿素蛋的相关个人化数据模式 可以建立 相信呼气胺浓度检测将可作为 慢性肾脏疾病筛检 居家监测尿素蛋 与评估透气病人营养状态 及透气量是否足够的一个 简单、攜带方便 非侵入性且及时的检测方法 我们主要技术的发展是 希望把呼气胺和慢性肾脏病患的 血中尿素蛋 就是BUN做一个关联 依据目前的文献可以看到 BUN它会影响到拖延尿素蛋 而拖延尿素蛋在口腔中水解 产生了我们的呼气胺 所以如果能够顺利地把呼气胺 和血中尿素蛋的关联性 建立起来的话 那我们就有办法 形成一种非侵入室的一个检测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 我们团队和立位科技 共同制造出来的这个 氨气检测仪的原型机 那检测的方式非常简单 首先呢 先把我们的呼气 吹到一个带子里面 然后经过快速除湿的步骤 再把带子接上这个仪器的进气口 这个仪器呢 接收到氨气讯号以后 它就会开始进行侦测 在这30秒内呢 电流会慢慢地下降 那气体移除以后呢 电流又会慢慢地恢复 那我们就靠这个电流的变化的比率 来对应到这个呼气胺的浓度 经过一个非常快速简易的方式呢 就可以测到呼气胺的浓度 所以我们现在的 我们团队呢 正在努力推展的三个方向 首先第一个呢 是针对透析病患呢 我们希望把建立起这个呼气胺 和B1的关联性 来及时地侦测它的透析成效 那第二个呢 就是针对高危险群的病患 CKD的高危险群 那我们希望呢 呼气胺的侦测 有可能开发成一个快筛的一个技术 那第三个呢 针对慢性肾胺病患 其实他们时常需要能够 regulate自己的蛋白质的摄取量 那我们也正在努力呢 把这个关联性建立起来 希望未来呢 慢性肾胺病患居家呢 就可以使用呼气胺的监测 来regulate自己的蛋白质的摄取量 那这些工作当然 后续都还需要 能够有更多的医疗体系呢 跟我们一起合作 那希望呢 能尽早地把这样的技术呢 这个形成这个医疗器材 来让一般的民众都可以享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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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